一本书读懂德国史 第十一章 神父捕育的传奇国王 菲特列二世 他出身名门 祖父是用意大利人的鲜血 染出的红胡子 菲特列一世 父亲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六世 母亲是西西里王国 唯一的女继承人康斯坦斯 但他身世悲惨 自四岁起便成了孤儿 他拥有很多荣耀 是崇高的罗马皇帝 是意大利 西西里 耶路撒冷和阿尔勒的国王 但他受尽各种非议 乞丐患王子的诽谤 刚愎自用的个性 风流成性的私生活 他是矛盾的综合体 他是传奇人生的典型 他就是菲特列二世 一 王冠下的孤寂童年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 伯加丘在西方名女艺术中 提到了一个传说 西西里王国唯一的女继承人 康斯坦斯曾被预言 其婚姻会引致西西里的灭亡 为了保住王国 还只是个小女孩的康斯坦斯 就被送进了修道院 并许下终身不嫁的誓言 平静的生活冲淡了不幸的预言 就在人们逐渐淡忘那可怕的诅咒之时 康斯坦斯终于在34岁的时候 迎来了生命的春天 嫁给了令意大利人胆战心惊的 红胡子的儿子亨利六世 婚后多年 康斯坦斯始终一无所处 直到40岁的时候才怀上孩子 面对外界对他是否真的怀孕的质疑 为了维护孩子未来的正统继承权 康斯坦斯决定允许镇上的女市民观看自己分娩 并把正滴着乳汁的胸脯展示给众人 这个尚未出生便已遭受非议的孩子 就是红胡子的菲特列一世的孙子 菲特列二世 就在小菲特列出生的前一天 也就是1194年的圣诞节 他的父亲德皇亨利六世 正在西西里的首府巴勒墨举行盛大的加冕仪式 此前亨利六世已用武力击败了诺曼贵族的反抗 夺取了西西里王位 成功地将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统治权 从德意志和伦巴德扩展到了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 对中部意大利的教皇国构成了南北夹击的态势 从而使红胡子的遗愿得以实现 然而正当年富力强的亨利六世 组织大军准备十字军东征的时候 不幸身患瘧疾突然去世 德意志诸侯立即结为两大集团争夺王冠 亨利六世的弟弟士瓦本公爵菲利普 在法王支持下宣布继承王位 维尔夫家族的布伦瑞克公爵奥托 在英王支持下也宣布称王 次年六月双方大动干戈 德意志爆发争畏内战 为了避免德意志内战可能造成的危险 年仅三岁的菲特列在母亲康斯坦斯的带领下 匆匆南逃西西里 继承了西西里王位 并向教皇英诺森三世寻求庇护 英诺森三世趁机对处于弱势的孤儿寡母进行要挟 充当了菲特列二世的监护人和西西里王国的摄政 不久 康斯坦斯去世 菲特列二世沦为罗马教皇卵意下的孤儿 菲特列二世名义上是在教皇监护下成长起来的 是人们常说的神父捕育的国王 实际上他的童年是在不受重视甚至歧视和虐待中度过的 他在西西里的首府巴勒墨度过了整个童年 在充满阴谋和冷漠的宫廷中 他虽然头戴王冠却是个实时被监视的囚徒 传说六岁的他穿着国王的华服 用尖利的手指甲不停地划破 绸衣和自己幼嫩的皮肤 如此坎坷孤寂的童年 对菲特列二世的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 他了解下层民众的困苦 故而可以平等地对待任何阶层的百姓 他经常出入教皇宫廷 因而对英诺森三世施展权术 纵横百合 支配德意志与欧洲政治的种种阴谋 了如指掌 并耳濡目染 政治成熟颇早 2.西西里和十字军东征 1209年 英诺森三世替15岁的菲特列二世 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那就是迎娶阿拉贡公主康斯坦斯为妻 菲特列二世清楚地知道这是一场政治婚姻 因而对于新娘 大自己十岁 而且是个寡妇的事实 也就坦然接受了 最重要的是 新娘给她带来了 包括一批歧视在内的丰厚的嫁妆 让她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力量 很快她便掌握了西西里的军政大权 成为名副其实的国王 此后她在西西里建城堡 新海军逐步壮大王国的力量 而在菲特列逐渐成长的岁月里 德意志真卫内战的战火一直没有停息 真卫双方不惜大肆出卖帝国利益 静香地向英诺森三世献媚讨好 企图换取教皇的青睐和支持 英诺森三世利用双方的许诺 趁机夺取了斯波莱托 安科纳和罗马尼等 意大利中部的帝国领土 迅速扩展了教皇国的版图 北部远达菲拉拉和波河下游 南抵纳布勒斯边境 并派遣教区长接管了这些地区 帝国长官的权利 在德意志真卫战争进行了十年之后 政局出现了有利于菲特列的转机 1208年 真卫一方的菲利普被杀 维尔夫家族的奥托获胜 为了赢得教皇的加冕 奥托再次向英诺森三世许诺 承认教皇业以夺取的帝国领地 为教皇国的版图 英诺森三世大喜过望 于1209年10月 在罗马为之正式加冕 称奥托四世 不料 奥托刚刚戴上皇冠 便立即反转脸来 宣布皇帝对中部意大利帝国领地 拥有所有权 并率军攻打南部的意大利 企图夺取教皇的粮仓 菲特列的西西里王国 因而触怒了英诺森三世 1210年 英诺森开除了奥托的教级 然而 奥托四世拥有强大武装 绝非教皇的一纸破门令所能敌 英诺森三世急需一个世俗君主 组织武力与奥托抗衡 这样年以17岁的菲特列二世时来运转 在英诺森三世的鼓动下 菲特列于1211年被德意志诸侯推选为德意志国王 菲特列二世18岁的时候 教皇英诺森三世宣称菲特列为西西里国王 但是有两个条件 一是他必须承诺永远不把西西里王冠和德意志皇冠合二为一 二是他必须组织十字军东征 对于这两项承诺 菲特列二世都是未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兑现 在对待德意志问题上 成年的菲特列在拥有了西西里这一稳固的大本营之后 转而将目光投向了他祖父辈的故土 得到教皇和法国支持的菲特列二世 毅然踏上了返回德意志的旅程 由于受到与英国结盟的奥托四世的阻挠 一路上多次遇险 一二一四年 菲特列二世和法国盟军在著名的不问战役中大败奥托四世 四年之后 菲特列二世在奥托大帝举行登基大典的亚申 举行了自己德意志国王的加冕仪式 一二二零年 他又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至于十字军东征 菲特列二世却如当初承诺的那样 亲自率军出征 不料十字军在路上遇到了瘟疫 为了不治全军覆没 菲特列二世只有中途折返 他的这一行为引起了时任教皇格列高列九世的不满 并遭到了格列高列九世下达的开除教级的惩处 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权势 菲特列二世不得不向教皇屈服 并再次组织十字军东征 此次出征 菲特列二世并未像以前那样全力以赴的投入战斗 相反的 他尽可能的避免战场上的对决 并通过谈判收买等手段达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 在耶路撒冷 菲特列二世通过和谈从埃及苏丹手中取得了耶路撒冷及其附近地区 此后又通过与原耶路撒冷国王的女继承人伊莎贝拉结婚 加冕成为耶路撒冷国王 菲特列二世领导了绝无仅有的一次和平的十字军动争 并且收获颇丰 却未能获得格列高利九世的原谅和认可 还引发了双方长久的争斗 在此后的十几年间 格列高利九世与菲特列二世先后在西西里和意大利交战 都以菲特列二世获胜告终 1241年 格列高利九世愤闷而死 青少年时代的菲特列在西西里度过 曾以学识渊博的学者钦奇奥维利为师 他熟读希腊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许多名著 在西西里这个东西方文化光怪陆离的交汇点 受到了别具一格的混合教育 其结果使他能够从理性的角度看待一切 逐步滋生了对基督教会和罗马教廷的种种的逆反心理 成为著名的具有自由思想的宗教怀疑论者 他甚至公然宣称 世界被三个骗子迷惑了 这就是基督耶稣 摩西和穆罕默德 这后来成为英诺森四世攻击他的罪证 格列高利九世去世之后 菲特列二世本以为可以松一口气 不料新任教皇英诺森四世更为咄咄逼人 1245年 英诺森四世在法国的里扬召开了宗教大会 再次开除菲特列二世的教级 菲特列二世针锋相对 向欧洲君主致公开信 抨击教皇的统治 引发了神学上的大论战 正当双方争斗处于胶着状态时 1250年的12月 菲特列二世在一次行列中突然病倒 13日夜晚 56岁的菲特列二世 在佛奥伦蒂诺城堡克然长辞 结束了他充满传奇和神秘色彩的一生 他的死被隐瞒了一段时间 最后他被葬在巴勒默大教堂的地下室内 他父母的身旁 入葬的时候 他身上穿着重罪者忏悔的麻袋衣 而不是皇帝华丽的兽衣 他的遗体外还按照阿拉伯的习俗 裹上了大幅的丝绸布 上面秀着一句真言 统治世界的学者菲特列二世 离开地位与战场 菲特列二世更像一位学者 他可以熟练地运用意大利语 法语 拉丁语 希腊语 希伯来语 和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 他创办了西西里王国的第一所大学 纳布勒斯大学 他自己创作诗歌 写有诗集 猎鸟的艺术 他对所有未知的事物充满了好奇心 并会为此进行认真的观察和实验 显然 菲特列二世对待学问的严谨态度 丝毫不逊于专业的学者和科学家 群雄并起 逐鹿王座 大空位时代 肩负诸多国王称谓的菲特列二世 毕竟精力有限 无法将名下的所有王国都治理得井井油条 德意志王国便是其花费力气较少的王国 由于他的放任 德意志国内的诸侯势力得到迅速的发展 到继任者康拉德四世的时候 诸侯的野心最终爆发 无休止的争夺 不仅贯穿着康拉德四世在位的四年 而且将德意志引入了一段没有皇帝的特殊时期 大空位时代 出生和成长在西西里的菲特列二世 孰安拉丁语 希腊语和阿拉伯语 对德语却知之甚少 在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后 菲特列二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西西里度 政治重心也放在意大利 只在意大利住了十年 终其一生 他都是以西西里国王自居 而对于父亲的故乡德意志 他则极少关心 甚至极少称自己为德意志国王 菲特列二世对德意志的忽视态度 为德意志诸侯势力的发展创造了绝好的机会 渐渐的 诸侯们不仅掌握了王国的经济命脉 而且还各自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力 甚至成了王国内独立的邦国 王国割据局面日益严重 为换取诸侯的支持 菲特列二世在德国奉行打击城市 以讨好诸侯的政策 一二三一年 菲特列二世在德意志颁布法令 任何人不得建立有损诸侯利益的新城市 每个诸侯享有和行使特许权 司法权 诸侯贵族和教会的土地才艺 防备帝国城市没收的军英归还 今后不许再犯 皇帝绝不在诸侯辖区内 铸造货币以危害诸侯的货币 由于菲特列二世一生蒸发无度 人们传说在他去世的时候 恶魔把他的灵魂从埃特纳火山口带往了地狱 现在西西里地区仍然有这样的说法 这位国王会骑着白马从埃特纳火山口跃出 以救世主的身份拯救世界 选帝侯的消亡 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被拿破仑勒令解散 选侯权失去了意义 选帝侯在后来的德意志帝国 以一种荣誉爵位的形式存在下来 但已和原意相去甚远 制度 从此诸侯势力得到法律上的保障 德意志王国的权利实际上放到了诸侯和贵族手中 但碍于菲特列二世的强势 诸侯们始终压抑着自己的野心 不敢轻举妄动 不过随着菲特列二世的去世 诸侯们就如脱江野马一般开始肆无忌惮地抢夺权力和领地 自此曾经统一的神圣罗马帝国四分五裂 正如法国文学家福尔泰评价的那样 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 面对诸侯的纷争 菲特列二世的继任者康拉德四世 基本上无能为力 在王位上做了四个年头 便于一二五四年与世长辞 圣极一时的霍亨斯陶芬王朝 也随之走到了尽头 留下了一个混乱不堪的德意志王国 和一个没有皇帝的大空位时代 继续地抢夺权力和领地